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 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但是各方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多极化和全球化 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中方的主张是 应当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不会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平等的多极化就是要体现各国权力平等 机会平等 规则平等 不能再允许个别或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 不能再允许以所谓实力地位 把国家分成三六九等 不能再允许谁的权多大谁就说了算 更不能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 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里 要确保国家不分大小强弱 都能在多极化的进程中 平等参与享受权力发挥作用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